大家好 我是亥投资路易斯 本周的大盘 我们周二大盘来看的话 其实近期台股是非常的弱势 那持续的跳空往下大跌 那从整体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维持在我们的区间震荡 不过现在来到区间震荡的下缘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切周K来看好了 好 我们看周K 从今年以来的二月份 OK 我们看时间走的部分 今年以来的二月 OK 二月一直都是在这个地方做区间震荡 所以其实台股今年 你可以说台股今年 其实就是维持一个1000点上下的区间震荡 OK 好 那这样子1000点区间震荡 目前有突破讯号出来了吗 目前是还没有突破讯号出来 不过均线部分也开始呈现纠结状况 代表其实就是要走一个箱形震荡整理了嘛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在区间的下缘 不过会不会跌破或会不会突破 我们并不知道嘛 不过我们从比较短线的角度 我们切回到日周期来看 近期没有错 确实是跌了非常的多 那我们看筹码方面 筹码的话你可以发现 确实外资还是持续在卖的 法人持续都在卖 不过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件事情 融资也是持续在退 融资持续在退的状况之下 其实法人跟我们的散户 都是在停损拔档的 那这时候谁在买 是八大行库在买 所以八大行库在做买超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指数的部分 周二有没有在破底 周二是不是没有在破底了 那我们接下来观察什么 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说 能不能连续三天以上 都守住周一的低点不再跌破 在这地方形成一个支撑 目前来看的话 短线上是有超跌的机会 有反弹的机会 因为短线上有点超跌 乖离率是有点大了 所以路易斯认为 虽然目前的盘数是弱势的 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度的看空 除非跌破我们 今年的一个 箱形震荡整理区间的下源 一旦正式的跌破 那代表今年的 高点很有机会 就是已经过了 因为一旦跌破周线级的 一个箱形震荡整理的区间 那代表上方就是 大量套路卖羊 那基本上就很难再攻上去 所以路易斯认为 近期法人虽然是卖超的 不过融资也砍得非常的快 所以路易斯认为 不一定要这么的过度看空 短线上是有反弹机会的 OK 好 所以在这样的论点之下 路易斯认为 法人卖没有问题 融资也在退 所以不用过度看空 我们可以去找寻 法人逆势布局的个股 好 像我们来看一下 盘面上比较亮点的个股 像是什么 像航运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航运好了 好 像这种 像星星这样个股 投信是不是连续了两天的买进 那外资也敲进来了 那基础线级图的部分 它有没有突破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前波这个地方 有亮 不过在周二的部分 成交量是更大的 那法人也敲进来 所以以短线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逆势强于大盘 对嘛 逆势强于大盘的个股 法人又触涌 像这样的个股 当然后续比较有机会嘛 法人逆势买超的 还有什么 2606的域名 我们看域名 域名的线图比星星强 那我们可以看法人也是持续在布局嘛 所以我们发现 投信近期是不是在买航运 那投信在买航运这个族群的话 代表航运这个族群后续是有机会的 我们看一下域名 域名相对 现在讲的话是比较强的 那这个地方有个头肩底的形态出来了 OK 之后法人是不是近期都在买 所以像这样子的个股啊 今天是不是出关键K 拉回到红K顶部至颈线附近位置都是你的一个买点 那防守点我们可以统一设在颈线位置或者是我们的关键K棒低点 像域名这样的个股是不是法人近期都在处涌 逆施大盘强势股这都可以留意哦 还有什么 例如3083的网融你也可以看一下 网融的部分也是逆施大盘嘛 是不是逆施大盘的涨势 法人是不是都在买 对嘛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逆施大盘的个股 你都可以来持续做留意哦 所以网融的话是不是短线上蛮强的 那是不是周二也出位跟关键K棒 8000这样的成交量嘛 所以像这样子的个股大盘有震荡拉回 像是这个比较强势哦 跳空上来大涨的哦 有机会回测到这个红K的顶部附近 你就是可以做买点的留意哦 那风险我们就可以带到我们的关键K棒低点 像是这样子风险是可控的 法人又在处涌状况之下 后续创新高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好好持续留意像是这样子逆施大盘 法人持续处涌的个股 最后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 期货选择权里面的多空头排列加速指标 指数偏空 那盘面结构呢 盘面结构也是持续偏空嘛 不过路易斯的论点是 已经来到了关键的支撑位置 第二个融资持续的大减 不太需要过度的看空 那当然盘式偏空是事实 但是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去追空 OK 好 所以路易斯建议各位投资朋友们 近期你可以去关注有没有反弹的机会 只要连续三天以上不再破底 基本上可以视为短线上的一个短暂止跌 那后续能不能确认止跌 就要看能不能把近期的带量的黑K棒 收掉 用一根中场红的方式把它收掉 好 所以近期的盘式是震荡偏弱的 不过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筹码面的变化 不需要过度的看空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旁白功课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 明天操作顺利 明天见 拜拜